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一起看一個屋苑 這個已經建好了 現樓來 不是樓花 我們一齊進去看看 和大家進來看看這個屋苑 本身是合星的物業 看到這個合星都有很多其他項目 它不只是建屋建樓的 像這個 是商業 也獲得很多獎金 而一個屋苑 和大家介紹的其實是King Fisher 它有兩個在沙巴KK 現在我們在地區域就是Inanum 另一個在布特登 分別是不同的地區域 而它們的分別在哪裏呢 Inanum主要是望山 看到的景點是望山 而布特登是望海 和大家看看這個屋苑自己有屋苑 現在看看這個最小的單位865呎 今天去和大家看看吧 每一開門看到有間小房 這間房子大家可以做客房 工人房都可以的 設定屋苑 接著就是一個大的客飯廳 客飯廳也有很多放在餐桌上 梳化 因為這個最小的單位 我看到它的屋苑特色不是全部都是露台 像這個一樣就沒有露台了 那我們去旁邊看看濕廚房 當然煮飯很重要的 對嗎 那我們就看看吧 這個也夠闊夠長 這裡還可以放上衣服 你看看也不能碰到 對嗎 對呀 也挺大 然後出來了 我們去看看房間 這個就是兩房的 一個是兩房兩次 這個就是細房 你看看也有沙面落床 有一個入場的衣櫃 好 接著出來了 有這個洗手間 洗手間旁邊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一樣 一進來就是先有洗手間 然後也有入場櫃沙面落床 都很大很舒服 香港真的很貴 這個尺寸 這個尺寸 我都會盡量介紹多些不同的屋苑 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有任何疑問 查詢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會盡量去捕捉大家 除了看康奴外 都會看不同的 可能在這裡的一些獨立屋 半獨立屋 我們現在去看第二個屋苑 看看第二個展示屋 一個就是1160呎 最大的單位 這個先給大家看一看 它已經有些擺設 裝修給大家看 進來這個就是乾廚房 可以自己擺設置 洗衣機 浪衣服的地方 我們出去看看 看看 看看這裡的客廳 客廳 因為這個最大的單位 所以它有露台 它有自己的露台 有些人喜歡有露台 有些人喜歡沒有露台 可以選擇 選擇 然後我們去洗手間 洗手間 這個就是三房 兩次 這個多間房 這個就是小房 但你看看小房也不小 看看又是三面落床 又可以有飽書桌 還有一個入場衣櫃 然後出來的 對面就是小朋友房 整個小房 同樣都是很大 正比香港很多的屋苑 我們最後看看這個 Masker Room 這個主人房 由自己洗手間 一樣挺大 三面落床 然後入場衣櫃 這個設計也挺特別 這個洗手間是 劏門的 可以給大家一些想法 如果買了屋之後 就可以怎樣設計 還有你們放心 如果你說來到這裏 買了屋 它又沒有包裝家具電器 或者裝修 其實我是會盡量幫大家 當你們真的買了屋 其實有需要去PM留言 我會去幫大家提供一些 我自己用過幾好的 裝修公司 或者去哪裏看家具電器 都會告訴大家 大家要互相幫忙 和大家上來28樓 這個屋苑最高都是28樓 看了這個最大的尺寸 進來 看到有一個超級無敵大客飯廳 客飯廳 然後我們去看看乾濕廚房 我挺喜歡這裏 隔間很分明 很容易擺放 因為地方夠大 你看看 這麼大 這麼長的廚櫃之後 還有一個位置 放洗衣機 浪衫 洗衣服的地方 看多大 它的窗很大 很舒服 接著我們繼續 和大家進去 看看這個房間 先進去洗手間 接著這個就是三房 兩次 所以這邊就是一個 有間房 一樣都是很大 可以很自由地擺 三面下床之後 大家可以擺一個很大的衣櫃 接著這邊就是細房 另一間房 其實都是不細的 看看都是 而且這邊看到山景 所以這邊也很舒服 而且夠高 這個就是主人房 可以看著 這個也挺漂亮 有一點L型的窗 放了書桌 接著有 自己的洗手間 我們出去 看看露台那邊 這邊是B座 去看的是甚麼方向 看到甚麼美觀 28樓最高 一覽無遺 這邊是看山景 但有很多綠色的植物 看 都很舒服 跟大家上來 這個22樓 看最小的單位 最小的單位 也是 它的特色就是開門 就是有間房仔 接著就是客飯廳 你會看到這邊是乾廚房 開門出去看這個濕廚房 都很開陽 都是有這些 都不錯 有這些配套 你看到 如果買了這間房子 是怎樣的設計 可以 好 這個是乾廚房 我大概告訴大家 這裏是雪櫃 它可以告訴大家 這裏 它的單位 就是剛才說的 這裏是沒有露台的 但仍然有一個很大的 落地玻璃的窗 一開 你看 風吹到 還有這裏 是22樓的 是看這邊 又看內圓景 都舒服 這房子有三個Block A B C 現在是B 聽說發展商說 就是 剩下C 還有單位 A B 都賣光 這裏有室外的一些 健身器材 看著這麼漂亮 綠化的地方 都不錯 很舒服 綠色的植物 真的令人覺得很舒服 這裏有另一邊 的遊樂場 都有不同的設施 那裏很有趣 那個 那個千秋 幾個小朋友一起坐 一邊和大家走出去 好像給大家感覺 自身於現場一樣 這裏又有不同的太陽椅 這邊還有一個 一邊是 有一個小採托 還有雀瓦 一邊有雀瓦 雀瓦 和雀瓦 還有雀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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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雀瓦 還有雀瓦 雀瓦 大家看看這個dream room 設施都很新的 這個dream room的方向就是看著剛才我們開車進來的地方 所以剛才我看見這層是做dream的地方 我一來就看到這個很舒服 設施都很新的 這裏可以做瑜伽的一大片草地做瑜伽的地方 就不用局限住在室內做 多舒服 只要拿一張瑜伽箭來 嘩 擺個姿勢 這樣做 多漂亮 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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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來到這裏 我和大家去另一個屋苑 這麼快來到另一個屋苑 這一個屋苑的框 如果你們有看我這個SICC 那條片 物業展覽片 應該會留意到 這一個 我是比較期待的一個物業 我們一齊進去看看 和大家進來的 這一個是Sales Gallery 介紹一下 這一個 Total有四個Block 四座 你一見就看到這一個 你會問這一個是甚麼 這一個是 接下來會去酒店 五星的酒店 就是The Crown Plaza 然後這邊方向 酒店就看著這一個 五星級的 五星級的 The Crown Plaza 然後這邊 你會看到 這邊的面向 就是望海 這邊望海景 就不會Block 因為前面是馬路 馬路其實已經是海 所以這邊是面向 Sea View 全部都是這邊Block 這邊 B和D 也是向著Imargo 看著Imargo Mall 這邊 KK最大的商場 Imargo Mall 我留意到這裏 也會再給大家看 這個頂樓 它的設施是在頂樓 包括泳池 Dream Room 這裏就給大家看看這層 這層是設施的Fall Plan Block B 這裡有一些是 可以坐下 Garden 走下坐下 這個就是Infinity Pool 浮邊製的泳池 然後又做健身 這裡走走走 這裡有Pan House 就通去Block A 這樣 跟大家看看這一個 是Show Unit 這個Type G 1863呎 進來就是一個 很大的飯廳 中間還有一個Island 哇 這個真是正 這個真是馬來西亞很多屋園 很吸引的地方 你看 這個Dry Kitchen 還有Island 在中間 走進去這裡有個洗衣房 還有工人房 這裏有工人房 洗了一間 工人多間 工人房 或者做Store 沒有工人 雜物房 也沒有 這個是1863呎 另外這邊 這邊有個很大的洗衣間 好 等我走進去 通去我的睡房 通了 都是沙面落床 耶 沙面落床 接著我又在這邊門口出一出去 看看什麼 出來這裡有另一間Master Room 剛才那間的套房 這間應該是主人套房 因為你看看洗衣間 是有浴缸的 還有企光 這個真的好像酒店 接著這裡有梳妝 梳妝桌 梳妝的地方 不是桌 很簡單 接著這邊 入場櫃的後面 又是一個沙面落床 還有落地玻璃 大書桌 這個就是主人房 我們看看外面 剛才這間房 通的 這個又是自己的 就是洗手間套廁 如果有客人來 你又可以 鎖門拉回去 有些私隱 然後和大家出去 客廳 客廳這裡就是露台 因為要展示你 所以也不會有景觀 因為這間房子 屋宇物業 還未是現樓 還在建設 這邊 給大家看看 因為這間房子 是雙鎖匙 所以這邊 就是另一個門口 進入 另一個是 如果你可以放租 給人 就是這邊 這間房子 這間房子 有醫保間 這間房子 這間房子 另一邊就是 這間房子 所以這間房子 其實可以鎖 如果真的租給人 出租給人 鎖了這個門 現在這間房子 是雙鎖匙 我們現在在這間房子 如果進入門口 這間房子 就是一個 鎖匙 鎖匙 套房 這邊進入門口 就是剛才這邊 可能是自己住 這裡 租給人 在這間房子 就等於現在 我們這個位 這個門口進入 就是租給人 的鎖匙 這個大門口進入 就是自己住 這間房子 其實也是一個公用 可以放在自己的鞋櫃 各樣的 我覺得有這些物業 有這些物業 雙鎖匙 都很特別 也適合 有些投資人 可以租給一些人 或者有朋友 外國來 可以住隔離 都很方便 這個屋苑 有一個特色 我看到有很多不同的桌子 有很多不同的尺寸 看你們自己的需要 以及喜好 我看到有些都是雙鎖匙 有些是3加1 有些是2千多尺 有些是Dulpris 複色 有3千多尺 很多選擇 最大是4852尺 這是最大的尺寸 最大尺寸 跟大家走到這裏 看看這個地盤 正在建造的 剛才我所說 其中一邊 就是看著Emarco 看著河 就是這一邊的方向 今天天氣不太好 但也想先拍給大家看看 現在正在建造的 正正這裏就是五星級酒店 這裏就是建造的 五星級酒店 這集介紹物業片 就來到這裏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就是like comment 和share 給多點朋友 我繼續為大家搜納到這裏 KK 沙巴 更多不同的物業 去介紹給大家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 不要這樣 再見